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当陈森走进屋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人 他是那种小时候你就会很嫉妒的孩子王 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老师宠爱,男生崇拜,女生青睐 从他的皮带,腕表,以及油光水滑的头发来看 他真不应该出现在我的咨询室 在一个成功三十多岁男人的生活里 不应该有我这样的人的存在的余地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这个男人用四个字就可以来形容 油尽灯枯 他无法掩饰他的脸色 白的甚人,更不要提标准的黑眼圈了 我猜他来找我 多半是这样开头 卢老师,我已经很久没睡好觉了 你能催眠一下我 让我好好睡一觉吗 可是啊,他刚落座 就连续接了三个电话 然后把手机彻底关机 向我抱歉地点点头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我一愣 嗯,我不太相信 因为我没有沉沉见过 你这么问,是因为你见过吗 他缓缓摇了摇头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界定他 白天我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到了晚上,他就出来了 只要我睡着了 他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而且最可怕的是 我的梦几乎一模一样 每次都做同样的梦 每次都会在同一个情节里醒来 一晚上我能醒上几十回 都快把我折腾死了 看着你这黑眼圈 我就知道 你一直都很受煎熬 可不是吗 我只是想要好好睡一觉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尝试过安眠药 可是你知道吗 吃了安眠药更可怕 我会被我女朋友拍醒 因为我会在梦里大吼大叫 一身冷汗 嗓子都喊皮了 那个梦就像是死鸡了一样 一遍遍的重复 太可怕了 陆老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疯了 他看着我 眼睛像着了火 额头上开始大汗淋漓 到现在 你都没有跟我说那个梦境 以及它是什么 好 我跟你说一下 过了大概二十秒 他还是没说话 我注意到他的手再抖 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手上 注意它再发抖 然后注意一下你的呼吸 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呼吸和发抖的手上 陆老师 陆老师 我害怕 我害怕 你怕什么呢 他睁大了眼睛 看着天花板 过了半天 开始说起这个梦 在梦里 我是个探险队员 好像在和别人进行竞赛 看谁最先能得到那个矿石宝藏 宝藏的地点 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金子做的皇宫 我们兴奋的走进去 发现了无数的奇珍异宝 然后我忽然发现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腐烂 变质 生锈 光线越来越暗 一阵阵的风 嗖嗖的挂 只听见脚步声 我自己的脚步声 和水滴声 很寂静 我忽然意识到 我只剩下一个人 而眼前的通道 无限的延伸下去 有无数的岔路 我迷路了 然后忽然我的脚 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好像是一双手拉住我 然后他来了 在我耳边说 跟我走吧 我等你很久了 他说不下去了 我注意到他浑身发抖 抱住抱枕 整个人蜷缩起来 我问他 然后你就醒了 他无力的点点头说 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剧情 以至于我后来在梦的开头 已经一点也没有惊喜了 我就跟自己说不要吧 我能不能不进去 但下一个画面 还是固定的 我没办法选择我的梦 没关系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你的梦里 我们一起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勉强的点点头 我知道 每次回到那个场景 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可怕的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双手是谁的手 他又是谁 注意一下你的呼吸 注意一下你身体最有感觉的地方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那个地方 我的耳朵很疼 很好 把注意力放在耳朵上 没有任何思想 只是纯粹的关注他 我看到他的呼吸 从急促慢慢趋于平衡 你想象一下 你现在 站在这个辉煌的皇宫面前 沮丧的想着 哎呀 又他妈的来到这个该死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 这一次 有我的陪同 刚说到这 他忽然睁开眼睛 恐怖的看着我说 你不要靠近我 你不要靠近我 他出来了 不知道 我就觉得 好像脖子边有凉风吹过来 我好害怕 我看到窗户 被外面的风吹开了 就让他把窗户关上 雨开始下了 一个立闪之后 霹雳一样的巨雷响起来 真是太应景了 我说 你刚才说 我们 似乎除了你 还有同伴 不 你听错了 就我一个人 我心中一动 好像有了一些想法 但是很模糊 嗯 然后你带着我 来到这个皇宫里 里面有很多宝贝 但是你迷路了 周围的一切都开始腐朽 开始变质 此时 一双手从地底下伸出来 不要碰我 他的脚一下子腾空蜷缩在沙发上 他来了吗 来了 他说 跟我走吧 我等了你很久 你是谁 我是张林呢 你忘了吗 我们一起进来了 你为什么要抛下我呀 陈森 告诉我 张林是谁 陈森愣住了 发了一会呆 重复了我的问话 张林是谁 然后他忽然用欢快的言语说 我是你的发小啊 你忘了吗 我们一起到这玩的 我们一起到这里找宝藏啊 后来你就跑了 你不要我了 你知道我等的你多苦吗 我一个人 好害怕 你终于来接我了 我能回家了 我听得头皮发麻 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陈森 你的同伴 原来是他 陈森在那大喊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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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不对 不对啊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出这么多汗 他好像是落汤鸡一样 眼镜都已经被水汽蒸腾的模糊一片 你有这么一个发小吗 陈森犹豫了半天 点了点头 你们进行过冒险游戏 陈森哭着说 别问了 别问了 我可以不问 但接下来你照样每天晚上做噩梦 他听了只能长叹一声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会做噩梦了 因为 我杀死了我的发小 原来陈森八岁那年 当地的男生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 那就是在学校附近 有一个被废弃许久的防空洞 他的前身是日具时期修建的武器库 有人说现在还有人能从里面找到伯克枪 以及日军藏着的金元宝 还有人说 那里有很多冤魂通着阴曹地府 如果有人敢去闯关 可以进入到另一个空间 成为通灵的人 于是陈森和张林就一起去探险 但最终 陈森和张林在地下迷宫失散了 陈森慌不择路的情况之下 掉到坑里四肢骨折 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 两天之后被警察和消防队员们找到 但是张林却一直都消失无踪 当陈森痊愈出院 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了 此时父母已经带着陈森和陈森的姐姐 逃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张林的家人呢 一直在陈森家闹 幸好陈森家的亲戚里有做官的帮着施压 陈森家倾家荡产 赔了一大笔钱 这件事情才渐渐平息 又过了一年才知道 张林当时不小心掉到一个洞里 浑身上下没有什么伤 但是洞太深爬不出来 旁边又有下水道的水声 就算是叫破了嗓门 也很难被人听到 张林其实就相当于活生生的饿死了 说到这里 陈森已经气不成声 许久之后他才说 要命的是 我对张林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因为怕我多想 我的爸妈把我们小时候的照片都销毁了 我甚至不记得我们过去的一切事 我也想要努力忘记这一切 可是他不会忘记我 他想干嘛呢 陈森沉默了一下 然后用阴森的声音说 我想要你死 你赔我 你赔我 要不是你窜的我 我胆子这么小 我怎么敢进去 你也该尝尝在这无边的黑暗里的痛苦 你也该尝尝 这个叫破了嗓子也没有人知道的恐怖 的确 我没法偿还你 所以 我要无期徒刑一样 最后被你折磨而死 因为只有这种折磨 才能偿还你在地狱一样的世界里承受的一切 我这是在替陈森说话 因为陈森需要和张林进行对话 陈森的根本问题不是见鬼 而是无法承受可怕的内疚感 警察没有让他负责 但他在道德的法庭上给自己判了死刑 如果没有他的一时兴起 也许就不会网宋发小的性命 所以第一件事 要承认张林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我死得太冤 我太遗憾 我死得太惨 所以 我要变成冤魂 我要永远缠着你 当陈森这么说的时候 他的表情非常猙獰 那一瞬间我真的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鬼 但我知道 所有的厉鬼 不过是用愤怒和恨 去否认难以承受的痛苦 我说 我知道你这么愤怒 这么仇恨 是因为你死得太惨了 孤独的一个人 在寒冷 饥饿 和绝望的黑暗中死去 太可怕了 那也许是人最害怕的一种死法 你就这么死了 而无人知晓 陈森的眼泪下来了 但我知道 那是他心中住着的张林的眼泪 是他无法承受的内疚的眼泪 我继续说 现在陈森拥有了一切 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而你的一生 就终结在这样的破洞里 这是多么的不公平 多么让人委屈 陈森的眼神 又开始凶狠起来 所以 我要毁掉你的一切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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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说 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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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张林变成厉鬼 我就会共情他的痛苦 当我们特别想要复仇 那其实只是一种心理防御 防御着我们无法承受的痛苦 我们想通过复仇 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 这样 我们就可以解脱了 此时 我开始召唤陈森 你听到张林这么恨你 这么委屈 这么痛苦 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我想说 我愿意毁了我的一生 我也愿意现在就去死 来偿还你 我愿意像你那么死去 只要我能让你安息 让我自己安息 他说完之后 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问他 这是谁在哭呢 是我们俩都在哭 那你现在 有什么感觉呢 现在特别困 我想要好好睡一觉 很好 张林呢 他不见了 按理说 我应该感到高兴 因为这场 与鬼的对话 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但是我总觉得 有哪里不对 又说不清楚 一周之后 陈森没有来复诊 又过了一天 深夜 助理给我打电话说 陆老师 陈森有紧急电话 他想自杀 我心里一惊 因为在陈森来找我做咨询之前 他刚刚去医院精神科做过诊断 医院的精神科没有诊断 他有抑郁症 只是有抑郁状态 我看了量表 各方面也都算是在正常之范围 而且在访谈开始的时候 我也和他讨论过是否有自杀的倾向 他很确定的告诉我 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难道是我操之过急 把他内心的鬼放了出来 导致他内心崩溃吗 从我这么多年的咨询经验来看 我之所以敢于那么干预 是因为在判断 他是有足够的承受力 才会这么操作的 难道是我判断有误吗 不管如何 我还是要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那头 传来沉森沉重的喘气声 我 我真活不下去了 因为他吗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自己很分裂 我不知道我是谁 咨询完之后 我每天晚上能睡两个小时了 但剩下的时间 我就感觉自己 好像躺在那个洞里 那感觉太真实了 好像是我前身经历过一样 卢老师 你说我的想象力 是不是太丰富了 还是我真的见了鬼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其实一直都好好的 忽然之间 半年前你就开始见鬼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你几乎没有关于 你和发小的所有记忆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是怎么走散的 别人又是怎么知道 你们去了防空洞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很蹊跷吗 如果你死了所有的一切 就都是一个迷了 你就甘心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这么一说 我倒有了活的念头了 啊 真的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的人生怎么成了悬疑片了 我不能像张林那样 不明不白的死了 一周之后 陈森还是没来 陈森的姐姐陈牧来了 毫无疑问 陈牧更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女人 倒不是说她长得多漂亮 而是说她属于那种气场压迫人的类型 怎么说呢 见到她 你就情不自禁的坐直了 因为你知道她不是一个可以被怠慢的人 她一坐下 就开门见山 陈森啊 陈森现在在安定医院住院治疗 她的抑郁情绪还需要稳定下来 那您来找我有什么需要吗 我知道你们咨询师是要为来访者保密的 而我今天呢 只是想问问您 作为抑郁症患者的家属 我该怎么去帮我的弟弟 那精神科的医生是怎么诊断的呢 医生建议住院观察 虽然目前没有抑郁症的诊断 但是她已经吞了大半瓶的药片 几乎已经成功自杀了 这的确很危险 所以我要做好长期陪伴她的准备 因为我不知道陈森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给您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只能在见到陈森之后 我才能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 我们交流的时间不长 而且我们这样的交流 也不属于心理咨询 所以今天的咨询费 我就先不算了 其实啊 我这已经是在下主客令了 陆老师啊 其实那天晚上 您给陈森打电话 说那些未解之谜的时候 他是开着工放的 我也在旁边听着了 我也算是陈森小时候的见证人了 您难道对我没有什么兴趣吗 其实我的逐客令是一种试探 因为我想知道他来找我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显然陈牧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所以我们少不了要周旋一番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我就是心理咨询师啊 我只是负责帮助来访者探索内心的世界 至于外在世界发生什么 不是我要探索的范围 你问陈森 为什么半年前才会有噩梦 半年前发生了什么 我想给您提供一些信息 一年半前呢 我从美国回来 和陈森还有父亲团聚 陈森那件事发生之后啊 父母就离婚了 我被判给妈妈 妈妈带着我移民美国 和弟弟和爸爸从此就断了音讯 直到半年前我才回来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陈森会忽然想起 过去的往事的原因吧 嗯 谢谢你告诉我 你就没有问题要问我吗 我更倾向于从当事人本人那儿获取信息 不过你既然问我了 我倒想问一下 你希望我问你什么问题呢 咨询师就是狡猾 陈女士 我总觉得呀 我们在读圈子 我不太清楚的是 除了你给我提供信息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呢 陈木愣住了 他可能没想到 我会如此单刀直入 你们咨询师都有职业病吧 是不是只要到了咨询室 你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治治呢 好吧 也许是我多想了 不过 让我再多想一下 也许是我的职业病犯了 也许你来找我是想了解一下 我对于和陈森一起去玩探险游戏的同伴 到底了解多少 陈木的脸色突然变了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张琳的情况 也许你可以帮助补充一下 陈木开始有些结巴 那是陈森的发小 我那时候对小屁孩也没什么兴趣 所以了解不多 这个时候 陈木挠了挠头 我忽然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对了 好像陈森也是这么撬着兰花纸挠头 他们真是姐弟 连挠头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等等 陈木此时两条腿往一边顺着 手碾着衣角的样子 也活脱脱的就是上次咨询时 陈森的样子 此时再看他传眉毛的样子 也很像是陈森 还有音调 我总觉得当时有什么地方不对 在和张琳对话的时候 陈森的表现完全是一个女孩的样子 但其他时候 她的样子是很男性化的 而此时陈木的表现 也有些让人觉得奇怪 刚才的气场 一下子变了 此时的她 好像心事重重 好像随时要拔腿就走 但有什么 又让她留下来 陈女士 好像说起她的发小 你开始有些情绪的变化 是吗 那个孩子死得惨 我也不想多谈 如果你想协助我 那就不得不给我补充这方面的材料 陈年忘事都忘了 有些事你越是想忘 反而就越难忘 有时候呢 你的大脑忘了 但身体还记得 比如 你现在正在浑身发抖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别用咨询师的那套对我 我不是你的来访者 是吗 你来找我 真的不是来做我的来访者吗 有些事啊 压在心里头也很痛苦 不过我的确不适合做你的咨询师 如果你和你弟弟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话 我和我弟弟利益有什么冲突啊 你想说什么呀 你不要噱口喷人 奇怪了啊 你说我在污蔑你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到底污蔑你什么呢 也许我来这儿就是个错误 咨询师就是有病 我真是浪费时间 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但你依然没走 这说明什么呀 也许你真的对我有一些需要 但是这种需要太难表达了 也许啊 我可以给你换个咨询师 你可以跟他说说呢 这时候沉默的眼泪掉下来了 我不要跟别人说 那你是想要跟我说吗 沉默不说话了 有些秘密啊 你埋得越深 它其实就会成为你的心魔 你以为看不见它了 但最后它却吞噬了你的灵魂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前两天做的一个梦 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啊 我看到一对姐弟 他们俩一起约好了 去地下城冒险 但是走着走着 他们就失散了 姐姐跑回去找大人 等弟弟醒来之后 弟弟不停的抱怨姐姐 姐姐不知道如何应对 发现弟弟有些失忆 就编了一个故事给弟弟听 在这个故事里 姐姐变成了弟弟的发小 为了让弟弟能原谅姐姐 全家人都一起帮着姐姐圆谎 不要说了 求求你 不要说了 如果我说错了 请告诉我 沉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弟弟只做了半年的噩梦 而我却做了十多年的噩梦 沉默把袖子卷起来 我看到雪白的胳膊上 纵横着几十条疤痕 这些年 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往自己胳膊上 大腿上 去切割 死其实都是一种解脱 我觉得 我不配去死 我要活受罪 去受这凌迟的罪 可你们只是去玩耍 你也只是孩子 你毕竟不是侦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放个屁都是香的 在家里 我和爸爸只能一个在厨房吃饭 一个在阳台吃饭 只有弟弟和妈妈才有权力在饭桌前吃饭 我妈从来不打我 但可以一朽朽的 说我和我爸 有一次我爸 偷偷给我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 做生日礼物 被我妈发现了 第一次打了我 还让我救着辣椒水吃奶糖 那天我就想去死了 我不想死了以后 还要遭我妈咒骂 我想死在没人知道的地方 就想去防空洞 我边写遗书边哭 弟弟不知道怎么看到了遗书 就抱着我说 要死 我和你一起死 我就把他关在屋里 自己去防空洞了 没想到 他钻了门上的窗户跳下来 也来到了防空洞 似乎拦着我 不让我进去 那时候我也不想死了 但又怕他告诉爸妈 就跟他说 姐姐想要到防空洞玩玩 编了宝藏的故事给他听 本来想走一会儿就回去 结果没想到 走散了 我连忙去叫大人 才发现他摔到洞里 都骨折了 弟弟昏迷了三天三夜 醒来以后 记忆有问题了 死活说是我抛弃他的 我那时候也不想活了 是我妈想了这个主意 编了一个瞎话 否则姐弟没法处了 本来想先哄哄他 等他恢复了 再告诉他实情 没想到父母 因为这件事情冲突更多 最后就离婚了 这些事 就一直没和弟弟澄清 我这次回国 其实就是想和弟弟说清楚 可不知道怎么说 结果弟弟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弟弟真出什么问题 我该怎么办 我真想死 陈牧讲的故事 远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但我依然有一点 你妈那么喜欢你弟弟 这个事发生了 她不就更讨厌你了吗 为什么离婚的时候 没有选你弟弟 而是选你呢 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吗 她说我这辈子 也别想碰我爸 你说她是不是心里 已经变态了 哪有母亲这么说女儿的 所以你在美国的日子 应该很煎熬 我夺走了她最爱的儿子 我最终还是让她的男人 离开了她 我这个婊子 她能放过吗 可是最终 我还是打赢了她 靠的不是我 而是她的病 她得了老年痴呆 她精明一世 现在什么都不认识了 天天就念叨一个字 森 我觉得是时候了结 这些恩怨了 我真正的亲人 是我的弟弟 还有爸爸呢 他已经中风了 每天我都去医院看看他 他看着我 眼泪哗哗流 心里是清楚的 但已经什么都不能说了 只能 啊啊啊的 就在那喊着 我终于可以和父亲在一起了 但却是这样的父亲 那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谢谢 你已经帮到我了 这么多年 我们的那些沉芝麻烂骨子 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但是今天 我终于有机会说一些了 很高兴帮到你 哎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当初 陈森在咨询的时候说 他三天后才被找到 但你说的 是当天就找到他了 是他记错了吗 沉默腾腾一下 站起来 目露凶光 恨不得要掐死我的样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在撒谎吗 我就是好奇 因为年代相隔太远了 已经很难查清楚 但如果要真的追查的话 那些老人都在呢 应该都能问清楚吧 如果我都有好奇了 难道你弟弟 不会好奇吗 沉默又颓然的坐下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私家侦探吗 对啊 我的确不是啊 但这么重要的事实 如果不查清楚 我会担心 也许会让这个情节 越来越大 而无法化解 你是想说 我是故意把弟弟 带到防空洞 我是杀人犯 说到这儿 他已经开始发抖了 陈女士 这就需要问问你的内心了 我相信 你也不知道 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假的 沉默看着我 咬着牙说 如果你能让我知道真相 我愿意试试 是的 否则 生不如死啊 你这四个字 太恰当了 现在啊 注意一下你的呼吸 我会让你体会一下 阳光照在你面前 温暖你的全身 你可以 完全的放松 彻底地休息 嗯 注意你的头部 很放松 你的肩膀 很放松 你的胳膊 很放松 你的上半身 很放松 你的下半身 很放松 都完全放松 彻底轻松 彻底轻松 注意你的呼吸 此时 你感觉自己 置身于海底 温暖的水流 包裹着你的全身 你像鱼儿一样 自由 惬意地游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让你烦恼 你越前越深 越前越深 突然 你看到了一抹光亮 光亮的尽头 是一扇门 慢慢走过去 慢慢走过去 打开这扇门 你就来到了当年 你想要自杀的那一天 你决定去防空洞 一切 都会展现在你面前 弟弟跟你说什么 姐姐 不要死 你死了我不活了 你带着我一起死 此时沉默 又变了一个表情 很绝望的样子 我死了 妈妈就开心了 爸爸就不会被说了 你可以有一个 温暖幸福的家 不更好吗 不要 不要 姐姐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姐姐 我也不想和妈妈好了 那我们来生 再做姐弟 好吗 嗯 过了一会儿 沉默说 弟弟 你先跳 姐姐跟你跳 又过了一会儿 沉默的脸上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 我看了 毛骨悚然 我缓缓地说 沉默 你为什么笑 沉默忽然睁开眼 我没笑 我没笑 你为什么没跳 我害怕了 我怕死 就跑回家了 如果弟弟死了 其实你也报复了妈妈 让妈妈受伤 同时也可以伤害爸爸 你怪妈妈太变态 怪爸爸不争气 不能保护你 你恨弟弟夺走了 你所有的爱 你嫉妒他拥有的一切 乃至他的善良 沉默愣住了 虚弱地说 你 你这是在血口喷人 这个词 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就用过 因为你知道 迟早有一天 你要面对这么狗血的事实 太残酷了 你无法接受这样的你 你的弟弟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你 所以你和弟弟 一起默契地 制造了另一个谎言 不是你抛弃他 而是你去营救他 你的父母 也无法接受 如此残酷的你 只能相信你们的谎言 你并不是当下 就让你的父母 去救陈森吧 过了几天呢 过了两天 这两天 你有什么感觉呢 沉默的脸色 不由自主地 又露出诡异的微笑 同时眼泪 也掉下来 这是我看到的 最触目惊心的场景 我浑身的寒毛 都竖起来了 你又在笑了 对 我在笑 我在笑 我 我就是魔鬼 我就是畜生 我就是杀人犯 我没有内疚 我只有痛快 痛快 我只是因为害怕 成为杀人犯 我有些恐惧了 我才说了实话 我爸妈那么要脸的人 怎么跟警察说 一切都是我在主使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尽快让弟弟 转院到省城医院 弟弟病好之后 我们换个城市生活 然后爸妈离婚 目的是为了让弟弟能活下来 对 就是这样的 姐姐 你杀死我 我也爱你 我愿意和你一起死 陈牧正在仰天长笑 听到我扮演陈森说的这句话 就像遭了雷击一样 他痛苦的看着我说 你是魔鬼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 你肯定不是魔鬼 因为你听了这句话 你会内疚 你最大的悲剧是 成为整个故事里的大反派 但其实你才是最需要爱的那个人 你要毁灭的 恰恰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 陈牧这时候 撕心裂肺的大哭起来 恨虽然让你感觉有力量 但爱 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你来找弟弟 一方面 也许想要毁灭 但另一方面 也可能 想要重建 弟弟不会原谅我的 我希望你 不要再后悔你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人会原谅我吗 即使我如此可怕 我相信你的弟弟 都愿意为你死 他看到的 一定不是这个可怕的你 接下来啊 我跟陈森和陈牧姐弟俩 做了两年咨询 家族的恩怨 没有那么好解决 但作为这个世界上 仅存的两个可以依靠的亲人 他们向我展现了 这个世界上 到底什么 才是战胜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那就是心底里 最原初的那份爱 所有的邪恶 其实不过 是没有来得及长大的 善良 特殊职业故事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博物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